镜头中 这是1999年沈阳三八大案主犯孙德林被关进死牢中记录下的一段真实影像 此时的他逃亡了几年后从沈阳来到广西买枪时被抓获 而广西警方还不知道这就是沈阳三八大案主犯 当孙德林被抓的消息传到沈阳市公安局时 此时主办三八大案的沈阳警方让广西警方协同抓获他的同堂 随后广西警方根据孙德林的弟弟孙德松探监时留下的信息 在广西的一家宾馆将他抓获 不久后这两名主犯被押送回沈阳连同被抓到的其他五名三八大案主犯 一同被判处了死刑 刑刑当天警方卸下五名罪犯笨重的脚链 这也意味着几个小时后他们就要被执行死刑了 当年临刑前这段珍贵的影像清晰记录下了他们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的画面 为了体面的上路 警方还让他们各自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这几名罪大恶极的死刑犯 他们留下的最后一页没想到竟是这样的 就是你走啊 我觉得一项没想到竟是这样的军人也一项人民都在最后准备 没什么说的 我这句话老掉从谈了 已经做过对不起他们自己只能表示抱歉了 我就感谢他们说的 我这种犯罪就是走极短的 别人没有什么 别人我盲目了 这么活着玩就是有 慢慢忏不过这个 老想一步当天 你对那些死难者家属 杀死我了 别忘了 别干嘛 别干嘛 对不起人家 我说 谁也对不起 你对那些正在犯罪的人呢 他们就别羞 对于受害者家属 你想留下一句什么话 对吧 什么话可以跟着 随后他们一个个被带往法院 等待法官的最后宣判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 看看这五名杀人犯当年究竟犯下了哪些罪行呢 对不起 中国人犯下了哪些罪行呢 对不起 中国人犯下了哪些罪行呢 他们是在家属下了哪些罪行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这样的案件在90年代发生过很多件 可没有哪一个案件像沈阳三八大案这样罪恶滔天 最后 在主法官的审判下五名罪犯被押往刑场执行死刑 就在他们被押往刑场的时候 此时法庭外围满了群众 他们都想看看这几名罪犯究竟是如何受到法律的延长的 镜头中 像这样压解罪犯的画面在90年代也非常多 但多行不亦必自比 最后在几声枪声中沈阳三八大案的五名主犯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